电话贝回锅肉 很多部位都要吃 但是就是做不出来小炒官司那种 肥而不腻的感觉 今天命令30块钱的五花肉 给你们分享一个家庭般的电话贝回锅肉 这种五花肉 想要过新的话 我们还少改个刀 改个三刀 把五花肉煮过新 放点姜葱 放点尿椒 先整大火煮半个小时 要把回锅肉煮头 煮好了要拿筷子轻轻的插动 如果能插头就已经差不多了 把冷却的五花肉现在开始切片 吃得干的朋友们 你就切好一点点 切好了 回锅肉煮吧 起锅烧热 材子油脚烧了一点点 下锅烤一些 放点脑袋 取清真香 炒干的五花肉 我们下姜粉 花椒 拌碗表紧 去炒香 调味的话就加入一勺 这个干果酱 带上那么一勺 人和的盐味 资金都不用在这边 炒香就可以 把干果的这个酱香味炒出来 哇塞 真是很香 零零一只就是用的这个 顶点他们家的这个干果酱 这一大片是五百开锅 炒几十次 每次用的烧就放的 我一勺 人和的盐味 鸡精都不用再调味料 还是给你调味好好的 我们四川很多饭店都在用 那点冷酱片 点花呗 超香 你看 做颜色安不安逸 漂亮不漂亮 这个是非常的简单 一酱就成菜 不需要你任何的处理 只要家里面本性这个干果酱 定时炒点干果煮酒 干果排骨 炒牛肉 塞 乳塞 乳片 都可以 全程大火 爆炒个几分钟就出锅 搞定 那天你想吃回锅肉啊 你就像您这样子炒 简单又方便 主要是特别的好吃 包你小羊三碗干饭 想想浪于来 回锅肉炒 我呗就做好了哟 你看 颜色香不香 爱吃回锅肉 自己在家里面 也不知道怎么炒 来就像您这样子 北平之后干果酱 真的非常的香 强烈醋 我吃了走 就点击下方给您的小吃 赶紧吞起了哟